4號中午12點多 38歲的死者開著黑色休旅車 返回豪宅停車 沒有想到這竟然成了他 最後的身影 6號下午4點多 媽媽到警局報案 說他兒子殺了人 地點就在他們租來的豪宅裡 22歲的兒子涉嫌失手 打死已經住在他們租屋處 長達兩個禮拜的朋友 第一時間他打電話給姊姊 但姊姊到場後害怕不敢處理 找來屢姓有人幫忙 跟弟弟一起清洗屍體 三人共同藏屍 結束後姊姊才照男友來載他 男友也被列為調查對象 職責他大概就是 有一點就被硬塞 姿勢應該是趴... 警方在屋內搜出了三大罐漂白水 其中一罐已經是空瓶 另外有一袋小蘇打粉 現場早被清理乾淨 顯見姊姊姊滅症計畫 詹密他們清洗屍體後 原本計畫將死者塞入行李箱汽濕 但塞不進去才改藏屍衣� 用的是跑單幫常用的大型背帶 折疊屍體 仍無法完全塞進裡頭 祖先與死者都有炸雞洗錢毒品等前科 外傳兩人是因為30萬元水錢糾紛暴增值 他們有數十萬的這個債務的部分 他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特殊 或是持續的固定的工作 害人命案姊弟共同藏屍 直到看護工的媽媽返家後發現異狀 長時兩天才揭發 警方已經將全案一殺人毀損屍體 毀滅證據罪嫌送辦 TVBS新聞 艾昭賢 高雄報導